黑衣之樂我是宜哲仔 今天教大家一個搶箱戰術 我用這個戰術基本上可以保持8到9成的前五勝率 那什麼是搶箱戰術呢 主要是說我們拆場只要拿到資源的話 我們就往中路去搶這個箱子 那這個作用是何意呢 主要是說這遊戲的加速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的藍色箱子的話 就是給我們的加速鞋 那如果你的部隊沒有機的話 我們平均一場可能只會拿到兩到三雙加速鞋 但是如果你有提前的去搶中路的這個區域 那又沒有對手跟你去爭奪的話 可能你就可以拿到四到五雙鞋 這個優勢就非常大 那如果... 但是這個東西啊 只要越多人知道就是可能就越來越沒有效 所以你現在先看先贏 我們先看一下地圖這個寶箱位置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地圖啊 一場比賽就是16個箱子 你自己生成的區域就是一個箱子 中間的區域平均喔 這個場地都是一定是給到6個箱子左右 所以呢 你只能夠多強到一個 你就比別人有優勢 那這個打法怎麼用呢 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 這場運氣不錯啊 拿到這個麥克思 但其實只要是一等的打手 或是只要能打得動這個藍色的箱子 就沒問題了喔 基本上沒有 只要除了商人以外 應該所有的角色其實都打得還蠻快的 打完第一個箱子以後 我們就會有3塊錢 然後3塊錢的時候 開一個箱子以後 馬上往中間跑喔 馬上往中間跑 有沒有看到 我們畫面中 我們直接開始搶了第一個箱子 我們拿到一雙蝶子 繼續直接搶下第三雙鞋 那真的是這把運氣不錯 這個速度比較快一點喔 我們可以喔 麥克思的提速作用 讓我們的這個搶鞋速度很快啊 你看 我們剛剛講到 一場這個中間區域 只有6個箱子 已經被我搶下了5個 然後這邊的 搶下第4個 第5個了喔 那這邊就是第6個 我已經把整區的箱子給搶到了 那這一場就輸真的是太快了 好 我們就已經拿到巨大的優勢了 你有鞋子就是比人家猛 你有鞋子 就可以追著人家打 追著人家的 不要不要的喔 那拿完這個鞋子 搶完鞋子以後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你可以在中間的這個區域發育 那如果你的角色 如果不是這種打手角色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外圍走 開始去採看看樹啊 種種田啊 那都是沒有問題的 像我這把的話 其實這個戰力還不夠 我就開始往外圍這邊繞 往外圍這邊繞的話 把這個資源農起來 逐漸的擴大自己的優勢喔 你可以看到我就是不斷的 選了野豬騎士 選了什麼角色 不斷擴大自己的經濟優勢 那如果你這個鞋子啊 切記啊 在這個決勝局的時候 決勝局是最後一分鐘 那我們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盡量就開始不要用鞋子 扣著這個鞋子啊 慢慢的把那個 擴充條拉滿喔 把這個上限拉滿之後 我們就是為了可以打架 打架方便啊 這樣子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樣就瘋狂打架 看到人節奏 看到人節奏 而且可以瘋狂追著打 讓對手完全毫無反手之力喔 雖然說這把 你可以看到好像是電腦 但是其實這場是有兩個玩家的 但是已經被我殺掉了 已經被我殺掉了 已經被我殺掉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片段不好看 太殘忍了 然後就把這邊把他殺一殺 所以說那個搶中戰術 在任何情況都是適用的喔 你看開局我直接把所有人清光喔 這個是非常爽的 當然這是拿這個天狐局給你們看啦 但是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搶箱戰術喔 接著來個精華喔 這個是遇到俠客的精華 反正種田嗎 呃為什麼不種田的原因是因為 這場還有偏打架 這場會一直碰撞 主要是因為那個樹的關係 主要是個樹啊 很搞啊 俠客欸 俠客欸 我又撞到俠客了 我去搞他心態好不好 沒東西農啊 我誰也不殺就追他的啊 欸我的 我就是我 根本就是我 mice break mice 是他嗎是他嗎 幫我看一下是他本人嗎 哇遇到明星欸 哇 是他本人嗎 是嗎是嗎 是我的偶像嗎 我以為可以有偶像的吧 是是他嗎是他嗎 是他嗎 我以為 事實就是他 是他 他 他 就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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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秒之後直接撞他 然後就被撞爆 我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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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9 8 7 8 5 4 3 2 1 F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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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面 3 1 2 1 2 2 3 1 k